我們的哪位長官?副署長、肖副署長 賴院長 副署長你早齁 我看到這個最近我們這個楊前署長啊 這個下台以後他的很多的聲音啊 都一直出來齁 包括他出來之後他下來之後 那現在屬立醫院的院長啊幾乎三分之一以上都淪陷了 這看起來蠻可怕的齁 然後他最近又放一個砲 說這個我們有三家直接點名三家血汗工廠、血汗醫院 我想他講的不是只有三家啦 我認為他講的是說很多的醫院已經淪為血汗醫院齁 這一點喔衛生署你是衛生署的長官 要不要借這個機會來公開回應一下 就是對於你怎麼看待我們署長、前署長 多次的講到所謂的血汗醫院這樣的名稱 是這個血汗醫院的問題其實最早是醫療改革基金會提出來齁 那當然這個是一個普遍性應該講普遍性 如果定義什麼叫血汗醫院 我想這個部分大概都是提到這個醫護人員 醫療人員的這個工作條件 就是工作超時過勞叫血汗醫院齁 這些種種所以大概衛生署需要從三個方 就是這個問題需要從三個方面來看 一個就是工作的時間嘛 那這是屬於勞動條件 另外一個工作量的部分 那這個跟衛生署去定的這些比率齁 就是說這些醫院裡面 他應該譬如說多少床應該有多少醫師或 對那第三個當然是薪資的問題啦齁 所以大概這三個 我請教你齁 怎麼樣讓我們的醫院變成 從血汗業變成人心醫院 對那這個有幾個部分需要來看 你給我一個就好了一個廚房 最有用的一家 就好了 不用跟他家說一家有好不好 沒有這個確實 有沒有醫生 我們外行齁 我們外行的人來看齁 我覺得很簡單齁 實際上有一項你們做到只是沒有執行而已啊 醫護人員通通落入勞機法 幾乎就解決一半了 現在只有醫師沒有其他的 那醫師為什麼可以沒有呢 醫師不是人 醫師是鐵打是無敵鐵金剛 會覺得奇怪 你現在也是醫生啊 有很清楚啊 他們的作息啊 對不對 這個醫生都是鐵人 醫生不要休息 晚上值班 然後一上整天 晚上值班 第二天去去看 我都會擔心啊 第二天開藥有沒有開錯啊 頭紅紅啊 不會啊 會不會啊 怎麼不會呢 所以我是想說 奇怪啊那個副組長啊 既然護理人員 護理人員都已經勞機法了 為什麼會有超時 這麼厲害的情況發生 為什麼 對護理人員這個部分 我覺得這個是落實的問題 因為照勞動條件 照這些規定 他都在那邊 那到底有沒有落實 其實喔 很簡單嘛 就是你們執行不利嘛 你們健保局喔 你們給錢的單位喔 掐的不緊嘛 讓醫院 就是 突然不至於自行 明明 護理人員 有勞機法 認證講起來的話 有勞機法 這個事情 不應該產生啦 你這個 超時 對不起 要有超時可以 Double Pay 錢拿來 對不對 怎麼會醫院 江本求利 這裡面算 算這個錢 算得那麼金的 他怎麼可能這樣子 就一定是落實不了嘛 你們監督不利啊 我們會跟勞委會一起 因為這個勞動條件 不是只有他們 你們啊 對我們也 他的健保局部是跟你們拿的啊 你們絕對搶得住醫院嘛 你們絕對搶得住醫院嘛 所以 回過來 我覺得 護理 其他公司都不如這個啦 徹底落實勞機法 我認為 血汗醫院 可以去掉一大半 特別是 護理人員 再過來就是 醫生 我是不了解喔 幾乎每一任的署長 我都問過這個問題 然後每任的署長 副署長 因為我想這個 你本身不是醫生出來的 我們清楚齁 但是你也知道嘛 你在這個行為已經這麼久了齁 幾乎每一個署長 或者醫生出生的 副署長 或者其他的什麼署長 大家都回答我一句話 賴委員 以前我們都這樣出來的 只是 醫生的養成都這樣子啊 所以 所有的 我們的衛生署的長官都說 我以前也是這樣訓練出來啊 我都是 連續工作二十個小時不睡覺的啊 還有什麼了不起 欸 不能這樣子齁 不能這樣子齁 包括 包括 原來的侯勝茂署長 包括 楊智翔署長 我記得我也問過類似的問題 包括現在邱文達署長 一樣 我問的問題 公開問喔 諮詢喔 他們都給我公開答案 阿倫道醫生也這樣訓練出來 都這樣 不過我想 這個醫師的部分齁 他是不是納入勞基法齁 包括說世界各國 因為醫師工作的 本身的這個特性 所以我覺得這個應該從這個角度來看 當然不是說因為這樣 可是 可是副處長 你這樣說齁 沒辦法改管 這樣不能夠 不能夠各位醫生可以無限制的壓榨啦 這不是只有對他們 對老百姓也是很大的殺手 欸 要開拓啊 診斷錯誤啊 都有啊 怎麼沒有呢 而且你講說好即便那樣子的話 香港人家都規定 給一個病人最少五分鐘 我們幹部那麼沒有啊 為什麼 就是你們醫生請太少 居然還有一個副處長跟我說 如果醫生納入勞基法齁 醫院會倒掉 齁 會這樣子嗎 我想這個是因為職務上齁 業務上對病人的這種緊急的照顧種種齁 大概有他這樣的一個複雜的層面 我覺得我覺得勞動條件啊 你們好好的檢討去監督啊 血汗醫院啊 可以去掉一大半的 我覺得在衛生署管轄之下齁 然後你們前所長這樣平民的這樣講 欸對衛生署打擊很大欸 那就代表你們你們監督不在監督啥 怎麼知道呀 這個跨部會一起來 一起來努 要加油齁 好謝謝 我們請一下那個教育部的次長 好林次長 好 來次長齁 這個 我就跟你講一個東西啦齁 因為我們要競爭力齁 一定要 大學齁 要有競爭力啊 什麼五年五百億啊等等的 其實有一個東西我覺得 教育部要去管一管 就是我們的學術軟體齁 這個東西啊 代理上暴力啊 我現在就跟你講具體SPSS 我想次長很清楚啊 在座各位只要你學過統計 一定用過這個軟體 SPSS 現在啊 換版本啊 一升級啊 不得了啊 不得了 這裡面 動質 比如說 SPSS 今年九月底 他就有一個漲 漲價的一個通知 第一年簽約三百四十萬 第二年以後 兩百八十四萬 等等等等 結果 如果 如果維持 進階到十四版 十四點零版的話 要到三千多萬 他一下子喔 漲幾十倍喔 這個東西啊 車長 你要不要管你管 我就問你具體 因為我時間不多 等一下請教其他的部長齁 你告訴我 有沒有可能 對於學術用的軟體 比如說這個常用的SPSS 或者SARS 或者其他的 這些東西齁 我們 進教育部進行團購 把學校整合起來 去跟代理商 bargain 否則這個啊 代理商好像吃定學校 跟你談一個價格 跟另外一個談一個價格 然後價格不斷的飆高 更新版本 動輒幾十倍 這樣子往上漲 然後又抓這個仿冒的 不得了啊 這個 特別吃定學校啊 沒有辦法 再做學術研究 這軟體的費用 我跟委員報告說明一下 目前 我們已經委託 像 中興大學啊 還有雲林科技大學啊 幾個不同的大學啊 針對某些特殊軟體 做統一的 統構 目前有在進行 我想這個部分 SPSS SS AS 我們回去的話 我們找幾項 我就跟你點名 SPSS 非常惡劣 長得不像話 SARS 一樣 你去查一下好不好 謝謝 我們請一下 李部長好不好 好 李部長 來 賴委員早 部長 這個 外界不斷的對你有些批評 其實很多我們了解以後 其實對你是不公平的 他們一直在批評你說這個稅減太多啊 什麼之類的 你要不要藉這個機會 特別今天談到加薪 你是有提到 剛才有委員提到說 營業稅啊 貨物稅啊 關稅等等的齁 我也幫你查了一下齁 這個 所得稅 方面 中和所得稅 第一季 少了一百二十六億 銀利事業所得稅 第一季少了一百四十六億 這個 跟你 原來的 這裡面 營業稅 貨物稅 關稅 所增加的加起來只不過 一百 出頭億而已齁 這邊加起來就少掉了 兩百多億啊 這一部分啦 你要不要讓我們了解一下說 其實 就是以後 整個 我想一定要加加減減的齁 什麼稅增加的 什麼稅減少的 但是今年度 你怎麼樣讓我們知道說 因為 你的這些做法 其實讓我們稅收 不會減少 全部攬産加起來 反而會增加 因為這個東西 謝謝委員 我想分兩部分 就拿我們本年度 預算的執行情形 本年度的預算執行情形 昨天我們複稅署 統計處才發表 全國稅客收入的一個狀況 到目前為止 全國的也好 中央的也好 都比分配預算數超收低一點齁 超收多少 超收多少 現在超收是百分之一百點二 增加了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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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分配預算數齁 但是跟去年同期來比 是增加了這個79億七千五百萬總數齁 這是年度預算 那百分比呢 這個是叫去年增加百分之二 百分之二 就是兩個數字 跟去年同期增加2% 比去年同期增加2% 比分配數增加0.2% 比分配數增加0.2% 這是第一個數字 最佳的比較多一點 那剩下就是稅外的收入 影韵於腳庫的數字 所以基本上我們根據這個數字來看 應該是相當樂觀可以達成的 第一點 第二點跟各位報告一下 在政府因應景氣的時候 政府的功能就是反景氣循環 在景氣不好的時候 政府應該要做的是做多 什麼叫做多 就是減稅 提升大家的競爭力 減稅提升大家的可自用所得 讓我們的經濟能夠復甦 能夠起來 所以過去一段時間 我們在1997年98年99年 大概減了700多億 平均起來 在每一年的稅客收入 大概0.8% 3% 1%左右 我們減少了這個稅客收入 但是帶動整個經濟的動力 所以我們為什麼去年經濟成長率 會這麼高 今年經濟成長率 最後一點 我們看到說 這個你們五區國稅局聯手 這個追查 藉著信託分散鼓勵所得 要補增所得稅 是 是 我覺得像這樣子的做法 我覺得應該繼續 我們都一直在依法災何可 特別是 因為這個其實跟一個的關係 很有關係 正 那個 奢侈稅之後 大家也再擔心一點 就是人頭稅的問題 就出來了 人頭就出來了 我覺得 這段時間 這個 我們也聽到一些聲音 但是我覺得財政部做得對的 要堅持下去 謝謝 對人頭的這一部分 絕對依法 查清楚 是 是 不能夠放過了 這個東西 這個有些話話叫 我覺得這個 查的財政部 五區的國稅局 認真查人頭戶 當然誤謊誤重了 認真查人頭戶 我們社會應該給予掌聲 謝謝 要支持才是不動作 謝謝 謝謝委員